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598章妥协 我没看法 但是我觉得 薛家那位大少 一定会妥协 王明祥说 怎么说 叶浩轩微微的一争 薛红云和妙善在一起了 而以他现在固执的性格 想要说服他取苏家千金 恐怕有些不容易 因为苏冰云从来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他认定的事情 不达到目标一定不会罢休的 王明祥道 你是说 和薛家联姻 是苏冰云自己提出来的 叶浩轩瞬间明白了王明祥的意思 是的 的确是苏冰云自己提出来的 王明祥说 她是个骄傲的女人 她自己提出的婚事 绝对不会亏 或许薛家那位现在不会妥协 但以后 她一定会妥协 这是个有野心的女人 叶浩轩感觉事情有些大条了 她一来将这 就招惹上这么一个人物 之前她对苏冰云不了解 她认为 不过是一个为家族利益牺牲的女人罢了 但是现在看看 叶浩轩恐怕是把事情想得有些太简单了 听王明祥说 叶浩轩才觉得这个女人是有野心的 莲英竟然是她自己提出来了 她想干什么 将这已经装不下她的财气 她要到京城打下一片天地 或者说 她有一系列的计划 想借助京城薛家的名气 让苏氏更上一层楼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叶浩轩要和这个女人撕逼了 谁都不乐意自己的对手会很聪明 但很不幸 对方就是这么聪明 叶浩轩甚至有些可怜起薛红云起来了 她被这么一个有心机有目的的女人给盯上 以后的日子恐怕有些不好过了 她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 这些年 在江浙 她做出的第一件事情 都是惊天动地的 王明翔叹了一口气道 听你这么说 我不接招恐怕是不行了 叶浩轩苦笑 她已经和苏冰云对上了 想把这件事情平息是不可能的 因为她不可能跑去苏家道歉 而她不道歉的话 这么骄傲的一个女人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她感觉到了浓浓的蛋疼 她站起来道 你想要什么 我只希望 如果叶少需要代工中药 或者邵氏集团需要合作伙伴的话 叶少能先考虑我 王明翔说 而我 则会为叶少提供一切 首先有一点 我要严明 叶浩轩道 苏冰云如果不像你说的那样野心勃勃 这件事情 如果能和平解决 你说的数我做不到 这个是自然 我不敢逼叶少做什么事 我只是想搭一下叶少的顺风车 王明翔说 这个没问题 叶浩轩说 那祝我们 合作愉快 王明翔举起手中的杯子道 我真希望 我们的合作不存在 叶浩轩苦笑 但他还是举起手中的杯子 和王明翔碰了一下 哈哈 我们的合作 是注定的 王明翔大笑 叶浩轩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只是他的神色有些沉 月宫之中 一片狼藉 苏武悔已经被人送到医院去了 因为他被揍得不轻 也被叶浩轩弃得不轻 月宫的代理人 杨丽成的伤势最重的 他四脚都被踩断 成了一个十足的废人 这是他出卖兄弟的代价 也是叶浩轩给他的警告 警告他做人要低调 但是杨丽成 并没有被送往医院去救治 一来 他的伤 已经没有办法复原了 二来月宫的主人 也没有打算让他去治疗 在一间办公室里 坐着一个女人 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她极具江南美女的气质 举手抬足间 都充斥着一股 让人难以模仿的优雅与不凡 这女人 自然是才贯江南的苏冰云 杨丽成就躺在一张担架上 像是死狗一样 只是他还是清醒着 但是现在的他 真的生不如死 苏小姐 这是今天我们的损失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 走进室内 地上来了一份清单 苏冰云接过清单 只是淡淡地瞥了几眼 然后就丢到了一边 他淡淡地说 这些损失都是无所谓的 但是吴伯 你觉得从今天的事情发生以后 月宫 还是以前的月宫吗 恐怕不是了 中年管家犹豫了一下到 刚才我已经得到了消息 月宫核心人员 基本上已经退出了 因为叶家实在是太强大了 方方面面都涉及得到 这一次 恐怕是踢到铁板上了 呵呵 他叶浩轩 哪怕是铁板 我也要在铁板上 踢出两个脚印来 苏冰云笑起来很优雅 尽管他的语气 已经杀意十足了 这世上 没有小姐做不到的事情 吴伯点点头 然后向苏冰云微微一攻 转身退下 苏冰云站了起来 他身上披着一件红色大衣 尽管因为天气冷 他穿的有些多 但他身上的衣服 丝毫没有那种臃肿的感觉 相反他纤稀无疑的身材 被这合身的大衣 完美地衬托了出来 苏 苏小姐 杨历成强忍这身上的疼痛 结结巴巴地说 还有什么 要了解的吗 你说你只是为了月公的面子 为了苏家的面子 为了我的面子 这才不让那个人走的 是吗 苏冰云渡这步子 在杨历成身边来回走动 是 尽管自己现在生不如死 但这个女人近乎于魔鬼一样的身材 还是让杨历成喉咙一阵发干 在她身上 有种原始的兽性在沸腾 你说的是真的吗 苏冰云淡淡一笑 但是她的笑容有些冷 尽管这个女人看起来是一个手无竖鸡之力的弱女子 但是她的冷笑 还是让人有种不寒而塑的感觉 是真的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尽管关于叶浩轩的问题 她在这里已经说了不下三遍了 但是她还是不得不耐这性子再讲一遍 因为她的回答让眼前这个女人不满意 很不满意 苏冰云耐心的听完 等她听完的时候 她的嘴角已经露出一抹冷笑 她淡淡的说 你这一次说的情况 和前两次又有所不同 苏小姐 我说的都是真的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叶浩轩 就是诚心来砸场子的 杨历成愣了愣 你当 我是傻子吗 苏冰云突然凑近杨历成 冷冷的说 月公的脸面要维护 但你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了 你也知道 京城叶家代表的是什么 你会像傻逼一样的扑上去 叶浩轩是谁 我想你比人更清楚 她在京城翻腾的风起云涌 叶连成与她的绝终都大败 而且她现在呼声很高 别的不说 你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人 你会看不清楚 这个人不能招惹 苏冰云冷冷的说 有一个可能 你今天就是故意的 不 不是这样的 杨历成有些慌了 他急急的说 苏小姐 你听我说 我对你 对苏家是忠心耿耿的 在我落伯无比的时候 遇到了您 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是绝对不会卖仍然的 我 呵呵 杨历成 你不要忘记 我最看好的哪一点了 苏冰云笑了 他缓缓地夺着步子说 我看好你的 就是厚颜无耻 就是忘恩负义 因为我太需要这样一个人 为我代理月宫了 所以 你是什么样的 我比谁都清楚 不要忘了 今天的冲突是因何而起 那是因为你把你一个最好的兄弟给卖了 苏冰云指这杨历成历生道 你这种人 为了钱连自己老婆都能卖 更何况是我 你早不满你的现状了对吧 你早就觉得我们亏待你了是吧 苏冰云冷笑道 告诉我 谁指使你的 我留你个全尸 没 没有这种事情 我真的没有那样做 杨历成强自镇定 不说是吧 没关系 反正 我也不在乎了 苏冰云微微一笑 等他转身的时候 他脸上的笑意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来人 办公室的门一开 数名保镖走了进来 灌在水泥里面 沉到海里 苏冰云的声音很平淡 就好像是在说一件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一样 几个保镖一点头 他们嫁这杨历成就走了出去 苏小姐 饶命 饶命啊 我真的没有这么做 真的没有 杨历成这才知道这个女人是在给她玩真的 她私生惨叫了起来 因为谁也没有她清楚这个女人的手段 到底有多阴狠 我说 我什么都说 放过我 我什么都招 终于 杨历成认输了 此时她的内心是崩溃的 几名保镖停住了脚步 杨历成吓得脸色惨白 她颤抖这声音道 我只希望 我说了之后 小姐能放过我 放过我一条狗命 我想你弄错了一件事情 苏冰云笑了 有些事情 我未必一定要向你求证 你现在根本没有和我谈判的资格 所以 留着你的秘密在肚子里吧 她挥挥手 几个人架起了这家伙 向外走去 杨历成的私叫声 越来越远 随即捧的一声响 外面杀猪一般的声音 嘎然而止 我现在没想到你 这家伙计的 这家伙计的